青龍 很榮幸今天有這個機會 在這裡可以向各位分享 品牌發展計畫的一個說明會 那我今天所想要分享的題目是 intronic 邁向國際品牌的發展之路 我們會先從 冰騰公司的一個簡介 執行品牌要非計畫的一個說明 以及執行結果跟效益 這三大面向來做分享 冰騰公司創立於 1989年 我們的營運總部是在高雄市的岡山區 我們主要的營業項目是電動門的控制系統 以及電動窗簾、智慧窗簾 以及智慧家庭的設計開發跟生產 那冰騰成立30多年來 我們有幾個比較重要的里程碑 從 1989年公司的創立 在 2000年 我們導入了 ISO 9001的品質管理系統 品質全面的提升 到了 2013年 我們為了強化品牌策略 拓展國際市場 所以將品牌更名為 Bintronic 2018年以 2019年到 2020年 是冰騰豐收的一年 2018年 冰騰正式於貴買中心登入創櫃板 股票代表是 7541 同年我們開發出了智慧窗簾 以及追日系統 那當年就獲得了世界知名的半導體廠 這個建設於他們新建的廠房當中 接下來在冰騰我們盤點了 我們在品牌發展的過程的四大面向 在技術創新的部分 獎項榮耀的部分 所以我們會提供自己的申請品牌藥費計畫 那接下來是冰騰的三大的技術創新的一個亮點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智慧追日系統 這是一套目前市面上獨一無二的一套系統 它是一套可以應用在大型的商辦及廠辦的一套 自動追蹤太陽而去調整窗簾光線的一套系統 那很榮幸的也於2020年獲得了智慧建築協會的智慧建材的一個認證 那目前也廣泛應用在好幾個知名的大型場域當中 接下來第二個是在2019年 冰騰就與Apple的HOMEHEAT智能家居的部分 已經完成了雲端的直接對接 也是當時全球極少數能直接連接的一個智慧窗簾 那2021年早上 我們這個年初 我們已經完成了跟Google Home的一個對接 換言之在世界兩大的智能系統 Apple與Google冰騰都已經完成完美的一個對接 那第三個的亮點是智慧開窗機 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橫式開窗機 這比較應用在一般的家庭當中 它可以去偵測到空氣的品質 溫度還有濕度 然後自動去調整開窗的位置 進而去調整居家的一個空氣品質 並且有融獲了ICT政府的補助 以及台灣精品獎的一個殊榮 那這品牌發展的這幾年 我們獲得了多項獎項的一個肯定 在2019年我們獲得了經濟部中小企業的創新研究獎 那2020年我們剛有提到的 我們取得了智慧建材標章的一個認證 那同年我們還取得了科技業的金跟獎 以及高雄市政府的領航企業獎 那2018年到2020年 我們連續三年獲得了台灣精品的一個殊榮 那2021年我們希望能白紙乾頭更進一步 能爭取到金值或銀值獎 那接下來是跟各位報告 我們執行品牌藥費計畫的一個說明 在品牌發展的初期 我們檢視了一下自己本身的品牌 我們發現了幾大問題 首先是 冰騰的品牌價值尚未完善 經過分析之後 我們發現在行銷的後端 我們的售後服務有待加強 客戶的滿意度及忠誠度有待提升 第二個在國內通路的一個關係的維護上 冰騰企業持續在拓展國際的通路 跟國內通路的關係 需要再做進一步的一個維護 良好的通路關係可以鞏固冰騰未來向外拓展的一個基石 第三個是國際通路的拓展我們需要再強化 冰騰規劃今年度的拓展在 在杜拜新加坡等國家 並持續拓展越南以及印度 都需要有完善的通路拓展的一個規劃 以及效益的一個檢視 以提升冰騰在國際市場上的一個定位 接下來是第四個是線上跟線下的行銷連結不足 在2019年輔導下的數位行銷的推廣已經有非常明顯的一個成長 但是在線下展覽實體推廣的連結上有不足 不同的通路提供的推廣的信息並不一致 這個很有可能會成為冰騰品牌價值推廣的一個破口 無法有效建立品牌的印象跟認知 所以說我們有了一個品牌價值的提升計畫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在2019年我們的目標是 提升冰騰的品牌價值 到了2020年我們的目標是完善品牌的價值 以及他的品牌的升級 在2019年的時候我們做了強化品牌價值 接下來拓展國際的通路 第三增加品牌的一個知名度 到了2020年我們為了完善品牌的價值 我們做了盤點以後做了四大面向的一個強化 首先是持續強化品牌的價值 我們分了三個大項來做強化 首先是延伸延續B Smart Up的一個計畫 我們實際操作的一個方式是 首先是調整產品的說明書 然後重新製作全系列的一個產品的一個行路 然後年度廣告的主視覺的一個計畫 確保跟品牌的價值的訊息是一致的 第二個面向是 顧客關係的一個管理關係的一個優化 我們檢視跟整理過往的一個 檢修維修的一個紀錄 我們重新擬定了一個保固的政策 以及優化了一個保固的內容 並重視顧客相關的一個回饋 加強與顧客之間的聯繫與關係 第三個部分是 持續的政府獎項的申請 我們首先匯整出政府各項可申請的一個獎項 分析挑選出比較適合公司申請的 並且去提出申請 並為請顧問 對我們做相關的輔導跟修整 那接下來是在 通路的拓展的深耕以及升級的部分 我們規劃了兩大項目來升級 首先是經銷商的扶持的一個計畫 針對目標通路還有它的客群 制定通路關係的一個深耕的計畫 從申選到招商 評鑑到訓練 激勵到受獎 所以我們會針對不同類型的通路分級管理以及行銷 接下來是舉辦經銷商的實體活動 那我們舉辦了多場的經銷商的說明會 以及參與了多場的技術論壇 以及參與了多場的技術論壇 結合 進行銷商的檢視裡面來探討 首先我們先檢視 冰騰全球通路的一個類型 跟現實的一個狀況 第二個 規劃未來通路一個拓展的一個計畫 第三個是將阿里巴巴的官網內容行銷 要重新規劃並且去優化 第二個是國際參展的一個規劃 我們首先去分析了 各次的展覽過往的一個成效 跟廠商的一個類別 去分析我們所參與的展會是否適當 然後追蹤各個展覽 廠商接洽的一個反饋的一個情形 接下來去討論並規劃未來要參展的一個類別 那因為去年2020年有疫情的關係 所以實體展會是完全無法參與 那除了國內的展會 冰騰有全面參與之外 我們也積極參與了與外貿協會搭配的一些 形象展 包含越南的形象展 印度形象展 以及很多的線上產品發表會 以及一些線上的招商會 來補足這個市場的一個知名度 接下來是在品牌行銷推廣的策略部分 我們也是分成兩大部分來提升 首先我們在數位行銷的一個成效的一個追蹤 我們去檢視了 觸及率 轉換率 以及 點擊率的一個效益的一個指標 我們 每兩個禮拜 都會做一個全面的檢討 去優化網站 相關的社群通道 甚至一些 客戶的即時的回饋 然後 接下來是持續優化的一個內容 關鍵字的投放 要經過不斷的持續的檢討分析 要隨時去變更相關的關鍵字 提高這個品牌的一個曝光率 接下來是O2O的一個行銷推廣訊息的一個規劃 比對我們現在的一個數位的行銷平台所提供的一個資訊 對照線下行路 展覽視覺的一個內容 我們可以從我們的數位行銷上有 Google的關鍵字 Facebook的粉絲專頁 官方的網站 Light at IG EDM 還有一些YouTube 還有跟一些所謂的 部落客網紅的一些合作的一個行銷推廣 我們都要隨時的去檢視它 做適當的一個調整 那去制定 O2O線上的一個數位行銷的推廣的內容的訊息 是否 是否 恰當 以及是否有不足的地方需要補強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是 我們執行的結果與效益 在執行的結果的部分 我們分為兩個面向 首先是直化的一個效益 那 經由兩年不斷的一個品牌的努力 在各個通路 我們對於目標族群 對的這個探討 他們對Pintronic這個品牌的認知 確實有很大幅度的一個提升 第二個 在提升品牌的一致率 使得顧客在各個接觸點 或種各種傳播的方式 都能有一致的一個認同感 第三個是 深化通路 對Pintronic 品牌的一個認同 第四是提升行銷廣告 線上跟線下的一個整合的一個效益 那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 實質量化的一個效益 我們可以從表中看到 從自由品牌的一個營收 市占率 以及投資額 我們的通路據點的擴展 以及一些出口的金額 皆有一個穩定的一個成長 所以這兩年的這個品牌的一個 要飛的輔導 對Pintronic也有非常大的實質幫助 也讓我們獲益良多 最後我們感謝執行單位的大力支持 以及顧客用心的引導 所以打造品牌這條路 Pintronic會持續不斷的努力走下去 謝謝各位 品牌台灣 綻放全球